为什么在中国很少看见法国人?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距离法国的路程很远 法国人说,中国的各种旅游资源非常多 文化也是非常的深厚,是非常值得来的 但是法国距离中国太遥远了 一个是在大陆的东边,一个却在西边 就算选择最快的飞机,也要飞上十多个小时 他们感觉这样很浪费时间 他们与其来中国不如选择一个附近的国家进行游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,由于法国人主要的语言是法语 而现在流通的语言则是英语 但是法国人英语也不是太擅长 所以来中国的话,就造成了语言交流障碍 如果来中国游玩的时候比较顺畅的话,还可以 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不容易解决 还会影响法国游客的心情 现在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印象 必然停留在中国落后的那一个年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经不再是以前那一个中国 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法国游客来中国的